我們看第二題 第一小題是問 這個函數圖怎麼畫 x 借這個之間 我們先把y 等於 cos x 畫出來 畫出來以後 x 軸上面收縮拍倍 這畫出來的話是什麼樣的圖 是這樣的圖 這樣子 這個多少 這個是二分之拍 這是拍 這是二分之三拍 這是二拍 然後收縮拍 收縮拍的話 就坐標 通常把它處理拍 通常處理拍 那就變成二分之三 除以拍就變成一 這變成二分之一 這二分之一 這二分之一 這二分之三 這是忽二 這是忽二 這是忽一 這是忽二 然後呢 那這個就是這個圖形 他說是借於x 就是這個x 借於二跟忽二之間 就二跟忽二之間 所以其他的把它給插掉 這是x軸 這y軸 借於二跟忽二之間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圖形 第二個的話 他問說 這個方程式 它實數解有幾個 實數解的話 這個等於什麼 等於是 求這兩個函數的焦點 y等於x 跟y等於cosπ 這兩個函數圖的焦點 這個我們已經畫出來就是他了 另外這個的話 這個它是通過圓點 然後它斜率有多少 斜率是2分之2 首先 我們知道說 這是1 這是1 斜率是2的話 3分之2的話 所以斜率比1的話 稍微小一點 所以是 所以是這樣子 先問 問題是說 這個的話 有沒有交與這兩點 這個有沒有真的沒有跟它相交 你就怎麼看 你就找這裡 最頂點的部分 把這找出來 把這條直線的y找出來 比較一下 我比較一下 就是說 這個直線 這個 歪方下的直 有沒有在這個曲線裡面 首先 我們那個cos cos 這個函數有沒有 你給它帶多少 帶負1 給它帶負1的話 cos 可是這一點 它是負1 可是這一點 它是負1 但是這一點 多少 這一點 你就給它帶多少 帶負1 所以說y y等於三分之乎2 三分之乎2 在這裡 所以 這個 在這個上面 所以它有通過這兩點 通過這兩點 所以這邊它有兩個焦點 但是這裡 你把它取這最高點的地方 取2 y y 你給它取2 取2的話 cos 2π cos2π 2π cos2π 就是1 但是你這裡給它帶2多少 帶2的話 y 等於多少 3分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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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分之4是大1 也就是說 這對應過去的話 這裡是3分之4 但是這裡只有多少 只有1 所以這一點在這一點上面 所以這裡沒有焦點 所以它焦點有幾個呢 1 2 3 所以它解的個數有三個 4 4 4 5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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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